今日,葡萄牙新祖阿伦斯俱乐部,给C罗写了一封信,但这封信却是奔着米尼罗来的,他们诚挚邀请米尼罗加盲球队,为了表示诚意,俱乐部甚至愿意将球场名字改来,克里斯蒂亚诺·罗奈尔多球场。 作为巨星之子,米尼罗的天赋无庸置疑,赛场上的他,一举一动都颇有父亲的风范,目前,他加入了友人的悠久梯队,并在首秀中收获大四喜,踢球从娃娃抓起,已经成为了许多父亲的玉子里面,在当今足坛,这样的范围不在少数。 截至目前,本赛季一甲最大比分由佛罗伦萨制造,在第二个比赛中,由皮奥利率领的这只佛罗伦萨兵不血润,得以6比1的比分击退了来榜的前卧。 马进主帅爷哥西蒙尼本场比赛也先临赛场,他此行的目的自然是冲着儿子乔瓦尼西蒙尼而来,事实证明,此番埃根廷人的一道力之旅是值得的。 在加时阶段,小西蒙尼接应队友传球后,稍多调整,日安依赛里奇打出配合,快速前超胆入球队的最后一球,在坎台上的父亲目睹了这一过程,兴奋之轻易于言表,苦腹无权辞。 本场比赛,小西蒙尼延续了上赛季的火转状态,一是一船帮助球队拿下三分,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场大胜中,另一位赢门之后,也引起了球迷们的关注,在德里克基耶萨,第七十一分钟,他的禁区内接热尔松传球,一脚进射将比分改写为4比0,光阴似水,退役注定是每个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终点站。 但此成副业却成就了许多段绿音佳话,乔尔尼·西蒙尼,一脉相称的桀骜不炫,说起表现最为高光的新二代,小西蒙尼的名字永远不会缺席,无论是在热纳亚还是在佛罗伦法,他都成为球队进攻线上的重要一环。 在一甲踢球的这几个赛季,他在球场上的表现进步显著,上个赛季更是交出了14球次助攻的优秀数据。 如今已成为马金教父的迭克西蒙尼,在执教生涯中率领马进三年间两次杀进欧冠决赛,并在2014年荣获年度最佳教练。 而在球员时代,老西蒙尼则是一位技术全面,久风运朗的中场球员,在拉齐奥的第一个赛季,他就帮助兰宁利夺欧洲超级杯,此后更是帮助拉齐奥在一甲称雄。 在国家队中,老西蒙尼更是90年代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队长及灵魂人物,流淌着同样血液的小西蒙尼,自然也继承了父亲桀骜不逊,专可豪强的精神气质,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敲开了油门,密兰等豪门的大门,成为了一甲染染生气的新星。 而上个月,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最新名单,小西蒙尼的名字也未列其中,他将接过父亲的衣钵,延续家族的足球梦想,作为一名优质前锋,有意在东窗期补充风险实力的日子已经将目光瞄准了小西蒙尼,有趣的是,此前有传完整,马静也打算求购小西蒙尼,不少球迷笑声这一行为,是中金求此。 不过佛罗伦萨主席德拉瓦来曾表示,我们会保护球队的珍宝。 近期,为了防挖墙脚,佛罗伦萨更是交接了与小西蒙尼的续约进程,费德里克基耶萨,脚伐细尼的球场指挥官,作为意大利著名射手恩里克基耶萨的儿子。 早在上个赛季,费德里克基耶萨便追寻父亲的足迹效力佛罗伦萨并展露头角。 19岁的小基耶萨比父亲完成一下处子球时更年轻,要知道他的父亲恩里克基耶萨在21岁时才完成处子球。 在球场中,父亲老基耶萨能打中锋,能打二前锋,儿子小基耶萨则是一名中路和边路都能胜任的攻击手。 如今的小基耶萨是意大利被受关注的新型之一。 这位年仅20岁的资败和核心已经标价超过4000万欧元了。 他在球场上展现出的天赋,将由文图斯和罗马都对他产生了兴趣。 出生名门的他确实也没让父亲失望,甚至有时候他的头衔不再是恩里克基耶萨,而成为了费德里克基耶萨的爸爸。 此前接受采访时,他表示,几天前,有一些小孩子跑来找我要签名,问我是不是小基耶萨的父亲,相比于自己在球场上的成就。 这样的时刻更显得值得骄傲,贾斯钦克鲁伊维特,天赋一并的打场面球员在本赛季一家首轮,罗马克场挑战多名的比赛中。 小克洛伊维特击步登场,在比赛进行到89分钟。 小克又露盘在下地,船中,助攻哲科一比零战胜的领队,罗马取得的一脚开门红。 最后谈到小克的表现,队友弗洛伦齐赞扬道,他是那种能打开场面的球员,以他的身体素质还有速度,他能立刻改变比赛。 与他的父亲荷兰传奇帕特里克·科鲁伊维特一样,他也是一名前锋,同时也都为埃加克斯效力过。 在埃加克斯青年队时,小克鲁伊维特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和才华。 在青年队对赞贝耶诺德的比赛中,小克鲁伊维特上演了一出彩单车,变向连货树人一条龙破满好戏。 青年为能入围世界杯的荷兰,在科曼接手后也大肆争战新人,这成为了小克鲁伊维特的机会。 上个月底,他的名字再次出现,在荷兰国家队的最新名单中,而他完成国家队竹子秀的时候只有17岁255天,比父亲还早了167天。 巧合的是,他在竹子秀中就取得了进球,就如当年他父亲做的那样。 不过,与父亲相比,他要走的路还很长。 年少成名的克鲁伊维特,年仅18岁,便在欧冠决赛中决杀AC米兰,帮助埃加克斯登顶欧洲之爹。 同时,他在国家队的锦球数达到40个,是90年代最为优秀的荷兰射手。 完成数字秀后,小克鲁伊维特在接受采访时掏出了手机,向人们展示父亲发来的信息,一场很好的比赛。 你感觉如何? 难以置信? 对吧? 记住,这仅是一个态势而已,欲经乡之国从来不缺乏足球天才,小克鲁伊维特正延续着父亲的传奇,一步步迈向成功。 卡斯帕舒梅切尔,冥门之后的天圣门将在国际祖联,刚公布的2018年度最佳门将三位候选人中,三位门神卡斯帕舒梅切尔成功入门。 距离不开他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发挥,在16强对着克罗比亚的比赛当中,他单场突出三立点球,让坐在场边的父亲彼得舒梅切尔,骄傲得心犯不已。 要知道,此成副业已经是属难得,父子门家更是少之又少了,英超挂方曾发布了一段有趣的视频,片中年幼的小舒梅切尔,一对一,阻止了小燕丝的进球。 从小就展露了自己的守门天赋,而他的父亲彼得舒梅切尔的足球生涯堪称悔恐。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,他帮助曼联队夺取五次英超冠军,三次足总杯冠军,还获得联盟杯和超级杯冠军,四次被欧足联平为年度最佳守门员和欧洲足球先生。 精华小舒梅切尔在英超赛场成名已久,一五到一六赛季在他的阵手下,莱斯特城更是奇迹般得赢得联赛冠军。 但父亲的高光让他一直生活在阴影当中。 许多时候,球尼必须言论让他感到很无奈,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是突爪了。 像那天,你的铺就非常出色,不过,如果是你父亲的话,他会将皮球紧紧罩住,这样的话让我的耳朵都起锦子了。 但如今他小舒梅切尔正在一步步向父亲靠拢,成为俱乐部的主力门将。 国家队的第一门神,也渐渐受到了世界足坛的公认,约尔迪克鲁伊夫,是白的继承者的成父业,是一件很棒的事。 但如果你的父亲是约翰·克鲁伊夫,你肩上的单子可能就更重了。 不得不说,在小克鲁伊夫人生中的大多数时刻,他都在为着不辜负父亲的威名而挣扎着。 作为世界足坛颇具分量的名字,约翰·克鲁伊夫成为了一个实弹的印记。 他在1971年、1973年和1974年,三度欧洲足球先生的殊荣,而且还帮助埃角克斯创造了欧洲冠军杯的三连冠。 走下球场的他,更是打造了巴塞罗纳的孟之队,赢得了巴塞教父的美抽。 相比于父亲,小克鲁伊夫的生涯就显得平淡无奇了。 尽管他也追随着父亲的足迹,加入了阿雅克斯和巴塞罗纳,但媒体冠以他的头衔,都是失败的继承者。 之后,时运不济的他赶上了曼联中厂的黄金一带。 父亲的名声如影随形,媒体和球迷都希望他能够达到老克鲁伊夫那样的高度,但他却成为不了对中的佼佼者。 男女登上赛场,独立宝甚至把他列入了福格芬最糟糕的六笔签约。 时运不济的小克鲁伊夫赶上了曼联的黄金一带。 为了摆脱父亲的阴影,小克鲁伊夫在自己球衣背后印的并不是克鲁伊夫这个响亮的名字, 而是约尔迪这个名字,如同他自己所讨厌的那般,世界上有两种足球运动员,传奇球员和普通球员, 我父亲是前者,而我是后者,与其妥协的背后是举行之子的无奈。 如今,走下赛场的小克鲁伊夫摇身一变,成为了重庆思维的主帅。 我的姓氏里就有赢球基因,是他上润时的宣言,中超赛季渐渐进入卫生阶段, 显然完成保际任务,可小克鲁伊夫已就任重到远, 带领重庆思维保际是他的首要目标地莫西维亚, 打巴黎前锋的父子传承对足球迷而言。 如今的利比里亚总统乔治维亚身上有着一个更为熟悉的头衔, 曾经的世界足球先生, 现在,他的儿子蒂莫西维亚,也踏上了职业足球这条道路。 作为利比里亚的传奇球星, 拉维亚曾效力于豪门AC米兰,巴黎圣尼尔曼等球队, 他是非洲足球先生, 并曾获得1995年金球奖, 成为了唯一一名获得金球奖的非洲球员, 退役后, 他在2017年成功竞选为利比里亚总统, 场上是球星, 场下是总统, 如此传奇的一生, 可谓是人生赢家了。 小维亚继承了父亲给予的优秀足球技艺,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他, 在2014年来到法国, 加盟了曾让老维亚一曲成名的巴黎圣尼尔曼, 作为一名前锋, 他的活动范围很广, 可以从中路发起进攻, 也能在右路突围, 第一次代表巴黎圣日尔曼, 驻战欧族联组织的青年联赛, 小维亚就上演了帽子既有办法, 而在去年10月随同美国参加U17世界杯期间, 他再次上演帽子西法, 绿, 领球队以无比零大胜巴拉圭, 在今年的法国超级杯, 作为他在大巴黎的第四场正式比赛, 小维亚在决赛中打入一球, 年纪18岁的他, 未来可期, 马库斯图拉姆, 后方铁闸, 的前锋之子莉莉安·图拉姆, 是法国夺的1998年, 世界杯以及2000年欧洲杯的核心球员, 在场上他是球队后防线上的铁闸, 除此之外, 他更是典型的全能后卫, 既能胜任又后卫也能接中后卫, 是能够战手球员的典范, 不过, 他的儿子马库斯图拉姆, 并没有选择与父亲一样担任一名后卫, 而是选择成为了一名前锋, 在2012年, 小图拉姆加入了首相清训, 之后在2015年3月20日, 与沙托鲁的比赛中, 他上演了法尼联赛除紫秀, 可以辞职前锋和边锋的小图拉姆, 已经入选过法国U17, 指U20的各级国庆队, 其中他为U20国庆队出场了11次, 并打进三球, 其中, 在去年举办的韩国U20世界杯中, 在法国4比0大胜月难队的比赛中, 他打入一球, 帮助法国提前锁定了一个淘汰赛的资格, 去年, 他从所校转会至刚刚, 正是踏上了法甲的赛场, 年轻就是资本, 一步步踏上更高舞台的小图拉姆, 将继续追逐父亲的脚步, 高准义, 悲观父亲的足球希望足盘父子兵的故事在国内也上演着, 而这对父子便是高仲勋和高准义, 作为著名的前国脚, 年边足球代表人物高, 重勋, 当年以一句中国足球没洗了被打众所熟知, 然而对中国足球失望的他, 却毅然决然地让自己的儿子们, 走上了足球这条道路, 起初, 这句真性情的呐喊, 让他得罪了不少足球圈内的人, 这使得走下球场后的他, 日子过得并不好受, 他开过练歌房, 在体校担过老师, 但最后都选择了放弃, 没有叫儿子踢球, 他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, 纠正高准义的每一个细节动作, 找更好的踢球环境, 让儿子得到提升, 同时, 担心儿子们压力太大的他, 也给孩子提了一个要求, 跟外人不要说自己是高中勋的儿子, 如今, 经过悉心培养, 高准义已经成为了国脚, 甚至被外界看作是冯霄廷未来的接班人, 作为一名中爱, 他身材高大, 把反金和回追能力较强, 在今年亚运会小组赛对震动地外的比赛当中, 中国队获得6比0的大胜, 高准义在上下半场各进一球, 发挥出色, 在未来, 年轻的他有望成为国家队的产客, 相比加盟牛郎清新后首场比赛, 这首获大自喜的儿子, 今下转会尤文图斯的C罗, 新赛季的开局并不顺利, 三场比赛, 他尝试了23角射门, 却依旧叫不开一脚的大门, 陷入进球荒的C罗或许该找儿子取取金了吧。